好 最后呢 这张的内容就结束了 这张内容比较少 就创建微博嘛 就一个接口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跟之前一个套路啊 就是先我们看一下之前的用力 是不是能正常运行 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开发这个新的用力 这个地方注意 又要传递Cooka 因为我们接下来 好像所有的操作都需要 等我之后才能进行 所以说要传递Cooka OK 那我们就试一下 NPM run test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改啊 我们就先去来一遍 看看行不行 好 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我们就开始继续写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当时user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测试了这个模型 对吧 以及测试了这个登录和注册 接口的一些API 那我们就模拟了这个来吧 然后在test下面 我们建一个文件夹叫blog 这里面呢 我们也建一个叫 model.test.js 好 跟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先过下这个 然后我们就写注释 微博数据模型 单元测试 OK author 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要引用 这个user这个模型 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要引用 就引用谁呢 引用blog这个模型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 引用vlog完之后 我们通过user 这build 这个时候我们也写了 构建一个user实例 然后但不会提到的数据库中 我们这也需要去build一个实例 然后验读它各个属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一下 我们的blog的模型 就是一个user id content和image 没有别的东西 那我们就来一遍吧 test 微博数据模型 各个属性符合预期 好 这个时候没必要用一步函数啊 那我们就建一个blog 和blog叫build build里面传的属性呢 比如说user id 比如说我们传个1 然后content 比如说一个微博 内容 然后image 我们就传一个 比如说test.png 这样就行了 好 建完之后呢 我们这就可以验证各个属性 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 expect blog.user id .tobe expect blog.content tobe 什么的 微博内容 然后expect blog.image.tobe test.png ok 这样就是个模型的测试 关上它 好 写完一个之后我们就开始跑一遍 没有爆错对吧 没有爆错说明这个模型测试是OK的 万一哪天这个blog模型被小心改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型的测试去测出来 它改的内容 看看是不是改了能力 是不是改错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blog下面再建一个home 比较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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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先把注释写上 首页 test 好 首页菜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创建微博啊 创建一条微博应该成功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异步函数对吧 好 参加微博需要请求接口 请求接口呢 我们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login 叫test 我们需要把这个sero给它移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先去定义一个 定义测试内容 content 比如说这是单元测试自动创建的微博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个时间戳 避免它每次测试的时候这个内容都一样 然后image复制成 比如说叫XXX.PNG 随便 接下来开始测试 然后response复制成 wait server server后面点创建 点post 然后这个路由是哪个呢 是api blog create 这个大家应该记住 然后点send 就是发送一个数据 content 然后image 发送的参数是跟我们创建微博 那个页面发送的参数是一样的 然后点set cookie 大家记得吧 好 问题来了 cookie在哪 我现在没有cookie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登录的时候有cookie 登录的时候有cookie 是因为我们当时测试的时候 我们直接去执行了一个登录 好 直接执行个登录 然后把cookie获取了 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 就这个地方获取cookie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 再去登录一遍 拿到当前的用户名号密码 就拿到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有的用户名号密码 比如章3 123 登录一遍 把cookie给获取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是什么 cookie我们直接去取一个 怎么去取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 先把刨起来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看这个页面啊 清空刷新 页面的时候 它下面有一个 这一段就有cookie 大家看到没有 主要是这个 微博这srd这块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把这个作为一个cookie 我们可以把cookie放在这 把cookie给放在这 也就是说我们 前提是章3这个用户已经登录 而且它在浏览期中 我们可以拿到cookie 然后把这个cookie放在这 来暂时接用一下 就是放在这 来暂时接用一下 把它这个弄过来 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但是每次测试的时候呢 你如果重新登录了之后呢 你要去旅软器中 去把这个cookie 再去重新烤一遍 然后 我们再写端言 expect response.body.arrowNumber.toB0 成功嘛 当然是arrowNumber.0 还可以再写 expectresponse.body. data.content.toB.content 同理啊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image 也可以这么写 这个大家应该好理解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controller里面 这个地方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成功之后 返回的是spersite model 并且把blog给反过出去 blog就是我们 创建完之后 微博的所有内容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反过出去的data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content是不是之前的content image是不是之前的image 来去做精细的判断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运行一下了 反正这个库备已经有了嘛 对吧 已经有了 应该就可以成功了 OK NPM 阻碍 test 好 成功了 对吧 成功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两点序的座 第一点 我们把这个库备 给它单独拿出来 因为你在这测试 这个home的时候 需要用CookKey 你测试别的地方 也需要用CookKey 所以说CookKey 我们就单独取一下 单独拿出来 那我们就在test下面 我们建一个文件 叫什么 叫testuserinfo.js 好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什么数据 是用户单元测试的 用户信息 重感 再次的订务信息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 输出去就好了 model.xbox 故事生 直接把这个输出去就好了 CookKey等于 这个 很简单对吧 要说我们接下来 这里面所有的用户信息 CookKey啊 有可能还会有用户名 有可能还会有用户ID 等等这些 都作为单独测试的 一个准备信息 但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引用了 我们这个CookKey 就可以去引用了 CookKey from 我们直接把CookKey引过来就行了 这个地方就不用去写死了 这里面我要写个注释 同时也是提醒大家 特别提醒啊 就是CookKey啊 它是用户的敏感信息 所以 此处 只能是 测试用户的 CookKey 变下两个字 测试用户的CookKey OK 所以线上用户的CookKey 你不能往这放啊 我们这个代码是要提交到 我们的Gate仓库里边去的 提交到Gate仓库里边去的 就有可能被别人看到 也有可能被 公司内部所有的人看到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 把用户的一个 CookKey给暴露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只能有测试用户的CookKey 这也无所谓对吧 我们大家测试嘛 那种测试用户 这个也完全符合需求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CookKey 大家要注意 要保证用户的安全 不能用线上的CookKey来测 好 那第二点呢 就是每次测试用户 重新登录 都需要更新 这里的CookKey OK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 上面的两点 这两点请大家注意啊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定义一个 BlogID 就是我们后面 如果用到BlogID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BlogID定义了 然后我们 这个地方执行完了 这个创建之后 我们这个BlogID 就已经回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 Response.body.data.id的方式 去获取这个BlogID 就是记录 BlogID 这个ID 就是刚刚创建的 这条BlogID 好 存储 BlogID BlogID OK 比如说我们 获取BlogID之后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 再做一些 依赖这条BlogID 再做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 更新BlogID 这些事情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反正就 我们就写在这儿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 写完之后呢 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再跑一遍吧 好 没有问题啊 OK 没有问题呢 我们这个 整个代价测试 就OK了 就这回东西 然后整个的这个 创建微博的这一章呢 也得完成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代码的改动 没有改动了 只有添加 然后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 提要上去吧 这里应该写个test 单元测试的 前准应该是个test 不应该是个future test 创建微博 单元测试 好 提要上去 future create blog 好 根据惯例呢 我们完成一章之后呢 我们要把master 给重新拉一下 乱 这个地方是模拟 别人也会同时 开发把master 提要代码 然后mod一下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 post到master上去 好了 看一下我们的branch 那branch里面 已经有了什么 有了登录注册 已经有了用户设置 已经有了创建微博 已经有了三部分内容了 OK 最后呢 我们对本章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就创建数据模型 并且同步到数据库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因为我们刚刚进入微博的阶段 所以说我们要 把微博的数据模型 创建一下 以及大家要注意 这个微博的数据模型 和用户的数据模型之间 还有一个外界关联关系 然后同步到数据库 然后呢 是查看模板代码 模板代码就比较简单了 就只有一个输入框 当然还包含了一个 上载头片的一个用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之前还出过bug 然后我们及时 把这个bug给修复了 然后以及它的接口设计 最后呢 我们是开发这个接口 开发接口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这个 XS攻击啊 这个地方我们 多元跟大家讲了 特别是我们这种 后端自己主动去预防 这种攻击安全性的意识 就不要依赖于前端 这种意识大家一定要有 以及最后的这个 数据格式校验 数据格式校验 这个和当时用户注册的时候 那个数据格式校验是一样的 最后呢 我们有代言测试 代言测试完了之后 每章的内容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再期待下一章 我们要讲那个 个人主页的一个输出 因为我们创建完微博之后 我们有了数据了 那我们的个人主页 就可以有的数据输出了